來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給我這四子 問你哪一個是他的根 換句話說什麼叫根就帶下去等於幾 0是不是就出來了 那這題怎麼算 老師會建議大家 老師我知道 把一個一個帶進去可不可以 可以啊有信心有耐心慢慢帶 不好帶著還可以用什麼 還可以用綜合除法 一個一個慢慢除 只要除下去於0是不是就好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但是問題來了 是這樣慢慢帶嗎 可以 好不好考試的時候如果說時間 允許你可以這樣帶 老師如果不允許呢 因為這題畢竟是什麼 我們思考考題 所以說一般學生思考不會這麼暴力 他一定有些特殊性 不要講這樣 但如果說你想不到就不要逞起來就直接帶 好不好等於想到時搞不好就下課了嘛 知道嗎 你就直接帶可能會比較快 好在這題怎麼帶比較快 這怎麼看 其實說你用負一帶進就知道了 負一五四番 負的 負一四十番正的 正的成負的 負的 負一的三番 負的 負一平方正的正的成負的 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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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減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但X用負的帶的時候 會造成所有項都是什麼數 負數 所以說所有都是負數 會是0嗎 不會 所以說基本上 你一個負一帶就知道了 不可能有 負根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負的都不可能出現了 這樣你要講什麼意思吧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題題目很有愛心 他叫你用負一帶 一開始擺負一給你看看 所以說你帶下去就有感覺了 這都負的 都負的不可能出現了 所以說A不可能 C不可能 E也不可能 所以真正要算只有誰 只有B和豬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真正要算只有誰 又是要B和豬 來 A開始用幾帶 七分之一帶 好不好帶 不好帶 不好帶怎麼辦 就用重物書法 把它抓起來被幾除 七分之一除 看辦法除下會不會餘一零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說馬上 5次 4次 3次 2次 1次 常數下 把它抓起來被幾除 7分之一除 這樣行不行 7 7乘7分之1 1 抓起來負1 負1乘7 負到7分之1 不用算了不用算不可能了 對吧 這些跑數分數不可能嘛 所以說7分就不可能了 所以說再改起 改7分之2好不好 OK我們這邊改成7分之2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我們這換成7分之2 除除看換7分之2 來我直插一下 來聽 所以說換成7分之2試試看 來聽 好換成7分之2 來 這就一定7分之2 不用懷疑了嘛 這把我們試看 7乘7分之2 所以加起來是幾 0 0乘7分之2 0加起來14 14乘7分之2 4加起來0 0乘7分之2 0加起來7 7乘7分之2 加起來 有沒有告訴余林 有 所以說一定是他的 這樣行不行 所以大家選起 選豬 這樣可不可以 退後 OK 好嗎 好嗎 OK 感谢观看